有一个习惯 因为天生爱讲话 从小就爱讲话 所以有机会站在台上当讲师 那讲话不能对空气讲 要对人讲 所以等一下 如果说是什么问题 请教我们下面的贵宾 麻烦给我一点回应 好不好 -好 -好 这样有第一个重点 胸口起来 比较无聊 各位同意吗 第二个 这样子有彼此的互动 吸收会比较好 各位同意 不然的话 我们每次在 我会有种感觉好像我拉链没拉死了 好不好 OK 这样互动你就好 好啦 聊一聊又忘记了 说要送大家的第一个礼物 各位 既然我们今天有人聚在这一笔 来 我先跟大家聊 商业法则第一条 人与人之间在行销性行为 对方是先买你的货 还是先买你的人 先买你的人 各位同意吗 你的东西再好 我看你不爽 我会不会跟你买 所以人与人之间 第一个见面的条件 重不重要 重不重要 那人与人接触 既然第一个人家是买你的人 你给人家的感觉 好不好 重不重要 我们亚洲多宝既然是讲美容 各位 不花钱就可以感觉到你美的条件是要什么 笑容 答对了 是不是笑容 笑容重不重要 你就算长得不怎么样 可是只要有笑容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就很亲切 有没有 可是各位 你们有没有发觉 你们有没有笑容 来看一下隔壁左右的 笑容重不重要 笑容非常的重要 各位同意吗 所以各位 今天我们既然有远居在这边 第一个就开始了我们彼此的缘分 也学会了开始商业性行为的往来 所以来跟隔壁左右的握手 跟他讲说 来你笑的好美哦 来 来 笑的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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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你可以小看这个动作哦 各位 各位 你们有没有发觉 我一个口令下去 我这样放眼望下去 看到了三种人 第一种人 很热情的 哎呀 你笑的好美哦 第二种人好像那五股 有鸡爪 叶子在那边有骨鸡爪 那手好像去摸到人家 那手会去弄到 这样 三只手指 哎呀 你笑的好美哦 第三种人 连动都不动 有没有 各位 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你们三种表现的方式 都没有错 可是 你一直不断的在用你的身体语言 告诉别人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这叫身体语言的讯息传达 下一次 你怎么传达都重要 下一次我们来教一个课 教你如何解答 这个人表现出来的动作 代表什么意思 寄自而 用他喜欢的模式去跟他互动 好不好 好 这个课很重要哦 从此以后你终于知道 你的死老公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你们知道你那个怪怪的孩子 为什么很难沟通 人家说 人家说一样米养怎样 百样人 见人说 见鬼说 你不了解他你怎么讲 所以下次教大家如何去了解人 好不好 好 那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聊这个课 那今天很高兴跟大家聊一聊 亚洲多宝这次请我来跟大家聊什么 聊这一次 亚洲多宝在今年 特别推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这个 仙境宝 那 那当然仙境宝单一的课程比较浅 所以呢 这一次呢 公司请我就是说三样东西一起讲 也就是 澡啊 离子好水跟千金 三个东西一起讲 希望跟大家能够了解 那他的题目叫做 用生命之光照生命之能 那为什么要说用生命之光照生命之能呢 那也没有关系 我们从小到大读过很多的书 尤其在国中 我们老师就告诉我们 任何生物的成长 一定要三个元素 叫做阳光空气 提什么 水 各位同意吗 各位 我们身体里面70%是什么 水 那既然身体里面70%都是水 包含我们身体的水汪汪要不要 我们眼睛水汪汪要不要水 要 就连我们最硬的骨头 里面50%都是水 那既然身体里面70%都是水 表示你身体里面 只要70%的水都是好的水 你喝的水都是好的水 你身体就怎样 健康 如果你身体里面70%的水都是不好的 就代表你的身体怎样 不健康 各位同意吗 同意 所以水重重量 重要 这也是在我们公司 等一下跟大家聊的第二个重点 那当然人也比较特殊了 阳光空气好水 人还需要饮食跟爱 各位 这五样东西孕育了我们世界上 所有一切生物的能量 命运大地生命所有的一切 可是请你看 这五样东西现在有没有变质了 阳光现在南极北极上面有没有破洞 臭氧层有没有受到伤害 有没有 好来 空气现在空气好不好 有没有污染 水有没有污染 现在饮食有没有污染 尤其前一阵子很流行 喝三木牌奶粉 有没有喝过 没有 没有吃了 不要大陆人气味好 爱有没有出现问题 现在的爱有没有出现问题 夫妻之间的爱 亲子之间的爱有没有出现问题 各位有没有觉得 200年以后出现的孩子 跟我那时候的孩子不太一样 现在孩子取得资讯容易 所以现在孩子由于电脑的关系 取得资讯非常容易 你要什么东西 任何东西你到上网去查就可以了 可以同意吗 所以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上通天文下之地理 可是现在的孩子 中间不通人情 事故各位 你懂不懂 现在的孩子口中 只有我没有我们 各位懂不懂 问题出来了 怎么办 这些问题 亚洲多宝 统统会一一帮你们解决 问题是 亚洲多宝有一系列的课程 你们有没有来上 有上 他就能够给你解决很多问题 但今天那么多东西 我们不谈 我们今天谈一谈 另外一个有关于健康的区块 生命三宝研发的理念 就是用生命之光 大致在一切所有的元素 来创造生命之能 给我们生命的能量带来健康 那生命三宝 帮你找回健康的尊严与价值 今天既然是讲健康的话题 我就一开始来跟大家聊一聊 一个健康的故事 一般来讲老年人很容易生病 因为年纪大了 我们都是人 我们不是神 各位同意吗 可是老年人有一个怪怪的毛病 就是他很喜欢看医生 记住那个动词 只有怎样 看 他都是去看医师长得帅不帅 美不美 你同意吗 看完之后药吃不吃 不吃 因为他是去看医生 他不是要吃药 OK 所以台湾的健保资源 为什么那么浪费就是这样来的 很多的老妈妈 我在讲这个故事 就是说有一个老妈妈身体不舒服 好啦 那做人家子女的 是谁 醒来就干扰啊 不啊 干扰啊 一样就一直扫啊 那坐下一定有医生看 医生看 他以后拿回来 刚才有这样 没这样 药就不吃 那药不吃 各位要知道 到了晚上 空气比较冷的时候 反而更容易引发 我们病症的发作 各位同不同意 尤其你有没有发觉 小孩子只要发烧 吃了药有改善 半夜一定会怎样 更烧 都是半夜发生很多问题 所以他们发觉 所有的救护车 都在半夜 晃晃晃晃晃晃比较多 尤其现在越冷 冬天越来越冷 晃晃晃晃晃晃晃 半夜的越来越多 各位有没有看到 所以相对的 那个老妈妈不吃 不吃半夜就怎么 就哭哭哨 一直哨 一直哨 哨到大声小声 哦 他们今天有骚到很难够 哦 这母子是在冲衣 阿姨又不吃 就带去看 他又不吃 现在是在冲衣 好 结果晚上就这样 东丹西腹好人 早上起来了 一夜没睡 一夜没睡 起来就发脾气了 那有的人睡屁比较不好 起来 还不睡好就 塞线地有没有 就跟自己老婆讲说 哦 这个母子这样不可以啦 带去医生看 看腰有没有吃 现在到底是在冲衣 这样 你扫了整天 我还没睡 一个男孩也没睡 你看 他在最好的 心里就不高兴 就跟他老婆讲说 这也在吃鲨鱼 他应该跟母子讲一下 老婆就担心了 做媳妇就担心 这做人 子女的 啊开小的 一般都选老婆 选老婆 选老婆 妈妈这样子可能是去 确实我们需要跟她讲一下 但是讲话方式有很多 我们是不是调整一下 嬶妹就讲去旁边 好 早上 吃早餐 大家就在一起 这个字就讲 她说 妈 你有没有听过古时候有一句话叫 母子连心 母子连心 你知道吗 我知道你身体不舒服 晚上半夜一直咳嗽 我知道你很难过 你盖着背壳 你甚至拿着枕头蒙着壳 就是不想让我们听到 可是你知道吗 你就算是再小的声音听在我耳朵里面 就像雷在大雷一样 哄哄哄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心里有多不安啊 妈 你还是吃点药好不好 各位 这样说得不好吗 这样好不好 各位 郑英玉玛师说了一句话 他说同样是沟通 大声一句话 小声一句话 好听一句话 坏听一句话 各位同不同意 各位既然能够沟通 我们为什么不用好听又小声的话 来跟人家沟通 各位同不同意 因为任何生病的人 都需要我们给他尊严与价值的肯定 各位同不同意 其实生病的人是很辛苦的 如果你能多给他一点尊严与价值 对他人生是有帮助的 OK 那这也相对的 各位 今天如果你身体不好 老师不会大声的说你不对 今天如果你的健康不好 我也不会斥责你说你有什么问题 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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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